生活艺术所涵盖的范围极广 包含生活周遭的食衣、住行、娛乐等方面 但如何把对艺术的品味融入于生活之中 又是另一门艺术 其中在彰化县普新香知名的雕刻工艺师柯锦中先生 因着当初他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进而影响不论是自家人甚至扩及社会层面 他对艺术的贡献与感染力可谓是当仁不让 柯锦中先生自13岁踏入神佛像雕刻 源自泉州派师傅的门下 经过长时间的磨练 虽已练就一身硬顶子真功夫 但不断努力精进出神入化的雕刻刀法 一刀一斧细心雕刻 作品巧夺天宫 因为时代性的材料有在变化 你要学习怎么去应用时代的材质去变化 然后再创造自己的工艺 但是在我的作品里面 把传统的工艺跟现代的材料材质 整个时代性的展现 整个是说我的工艺的在造的新工艺 因为文创上面你是卖意念 卖概念不是说纯粹只是卖你的工艺 但是你有工艺再把它加到这个上面去的 是就变成你自己独立风格的作品 为了让更多人感受艺术的独特魅力 除了个人荣获台湾工艺之家认证 于三亿木雕馆与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 陆续展现不同素材的极致雕刻 柯景中也接任台中市雕塑学会理事长 推广艺术不遗余力 今年适逢学会30周年庆 日前更于台中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策创百年百亿30展风华雕塑展 可见上应用木 石 铁 铜 复合美材等材料的独特展品外 现场有许多贵宾与市民 齐聚欣赏不同的题材创意 让艺术之美赞上国际舞台 我们都知道七天雕它是在中国的厦门 非常盛行的一项传统的记忆 但是柯老师他做了装佛的细腻度 跟他的独特表现 是我们一般看到大陆的旗舰雕 是无法去想象到的境界 由于他在装佛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技巧 他入选我们的工艺支架 那么台湾的工艺支架就是台湾的工艺大师 是进入国际台湾工艺也就把很多人所评选出来的 而且我要特别强调他的作品的神韵 可以说宛如天成 那么尤其我要特别说的是 他有一些比较当代的作品 充满思想的创作 那这是很多传统医师很难达到的境界 但是柯老师他的作当 因长久生活在艺术环境的耳濡目染之下 妻子张桂菜素人艺术创作家 与其子女都对不同领域的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 尤其出身自美容美法科的张桂菜女士 因夫婿关系进入艺术创作环境 却启发于大业大学李龙群老师 兴起混搭传统木雕工艺与女性生活的奇想 挑脱框架为生活增添乐趣 色彩鲜艳不落俗套 将女性独有的特质与眼光 揉入艺术创作中吸引人们目光 我是跟柯老师嫁给他才开始学的 因为以前因为是工作要赚钱 所以就是我帮忙他做 就从那时候开始学的 可是应该讲说没有什么兴趣 最重要就是一些基本的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柯景中老师他要求也蛮严格的 在学习挫折感蛮大的 应该要做大学的时候是大业大学 我遇到了李龙群老师 我是考进去的设计学院 我遇到李龙群老师 他启发了我 我就自己栽进去了创作 到后来因为柯景中老师嘛 他要求学 我也是陪他读书 他们是学陶的 最主要他就是要去读一些 他没有学过的东西 刚好有陶 那我一路陪他三年 那我就做了一些陶 我也是利用我之前的木雕 还有一些那个 随意创作的东西 把他结合在这里面 今天的陶也是有鞋子 还有华丽的孕肺 因为我是美容 我喜欢强调在头发 礼服上面 那我要鼓励一些 现代的年轻人 因为他们很怕怀孕 那时候会吵 会养不起 其实这个倒不是问题 我觉得心是最重要的 那是一种传承 就像我现在做的时候 它是一种传承 只要你有心 它就是最美的 所以说我尽量做 呈现的是女人的东西 家中充满浓厚的 艺术创作气氛 因着可景中 对艺术的开放态度 让小儿子 勇于识起 对音乐艺术的热爱 享受生活 享受表演 全力以赴地 带给每个观众快乐 期待曼妙衣服 能敲打每个人的心房 由心而发 振放笑容 因为从小 虽然说受到木雕的耳濡目染 可是因为在我四岁的时候 其实我也选择了音乐 因为我非常的好动 那在这个段过程中 就是有接触木雕 也有接触音乐 两者的并行 因为从小到大 父亲就给你们一个观点 就是你要有所谓的正业跟副业 我也是思考了很多 然后我发现我还是 比较喜欢音乐艺术 喜欢表演 所以跟我父亲讲说 在雕刻这范围 我就把鬼类在我的副业 那我的正业呢 就是做音乐传承 像我们的音乐的话 有做中国古 爵士古 非洲古 跟乌香古的一些教学 那会让更多人就是说 像小朋友啊 比较没有接触过中国古的 或者是果乐的 让他们可以有接触到 这种传统的音乐的机会 柯景中 对于艺术的专注与执着 希望由自身带入家庭 再回馈到社会 让艺术不再树枝高阁 而把艺术当作一种生活方式 就能使艺术无所不在 随着社会脉动 逐渐生根发芽